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去看Build Savalo Build Savalo告诉我们 如果有一个细长的导线 它的电流是I的话 在这个地方取一段小小的线段 线段激素 这个线段激素是DL 向量 它的方向跟电流流动的方向一样 于是 那么这里有一点 这一点呢 对DL来说 它的位置是R 向量 它有一个R Univector 于是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DB 那DB呢 它的许子是这样子来的 它的许子是这样子的 DB要等于4π分之μ0 I DL X R Univector 这个是Build Savalo Build Savalo 它的方向DL X R DL X R 出黑白面 所以这个地方的磁场就是出黑白面 如果在这边的话呢 就是进入黑白面的 这个是Build Savalo 它是一个实验室 那么我们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那么然后我们就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很重要 这个例子很重要 就是无限长的直导线 上面 上面如果有电流I的话 那么距离它R远的这一点 它的磁场 它的方向是 如果在这里的话 它是进入黑白面的 如果在这边呢 它就是出黑白面的 那么这个B场呢 我们导出来 它是等于Phi 2 Pi R 分之μ0I 这个结果可以当公式用 你可以记住它 记住它 那么我们上一次说 这个磁场的方向呢 就是可以用安培 右手定折 把这个方向定出来 这只是一个界面上的 每一个界面都会有 那么电流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从这里流上去 电流是I 那么它的磁 磁力线的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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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安培 右手定折 这个要记住 这个要记住 然后我们上一次又提到 磁通 对不对 磁通 磁通 它的基本定义是 D Phi 等于B D 就是说 如果这个空间 如果这个空间 任何一点有磁场 如果磁场 是朝这里 用A好了 这是面积向量 面积向量 如果它的磁场 是这个方向 的话 那么 Flux 你这里加B 也可以 不加B也可以 就看这一遍 那么这个就是磁通 OK 磁通 如果这个角 是θ角 那么它就是等于B cosθ DA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B B长 在这个面积向量 这个面的垂直方向的分量 乘上DA 它是有单位的 它的单位是Weber Weber 于是呢 我们就说磁场 它有时候 又称为磁通密度 就是从这个式子来的 它是Weber per meter square 那一个Weber per meter square 就是一个Tesla 就是一个Gausses 一万个Gausses 这是我们上一次也谈到过的 好 现在我们要讲一个 你看这个值啊 是无限长的指导线 这无限长的指导线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磁场 就是永远都是Fy的方向 所以啊 既然方向都一致 所以它是每一段小I 每一段小小的一个长度 它上面的电流产生的磁场 是和 因此 因此我们常常呢 会想到 如果这是无限长啊 如果这个线是有限长呢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一条线啊 它是半无限长 就有开始 但是 但是这里没有中两啊 那么 它的I 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 距离它I 远的这一点 在这里哦 这一点哦 它的磁场朝哪里啊 出来的 正好是那个值得一半 因为 那里还有一半嘛 对不对 我故意画这个相反了 所以 它的磁场是这个方向 好 那么这个B的大小呢 也可以写这样子啊 我们 把这个当Z 我就写 写大小好了 它就等于那个一半 那个一半呢 它就是 4 π r 分之 μ 0i 以后你们做题目 有很多题目 要用到这个 OK 它的方向用 右手定则 右手定则 OK 现在电流是这样子 对不对 出来的 我写错了 好 出来的 这个要 要 要 记得 是那个的一半 正好在这里哦 如果你在这里就不是哦 好 这里就不是哦 好 那 现在呢 你们 现在我们再讲一个例题 看 如果我们有两条平行的细导线 两条平行的细导线 上面的电流啊 好 一个是i1 一个是i2 都是无线长啊 好 这里还有一条 它们之间的距离呢 是低 低远 那这个有电流 i1 这个导线的电流 是i2 于是这两条导线呢 就会 彼此有 互相作用的力 我们现在要求 单位长度相互作用的力 OK 好 求两个导线 单位长度相互作用的力 好 那么 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现在怎么处理它 怎么处理它 它要求力啊 对不对 力 那你就想到 我们以前 求过好多力的问题 好多力的问题 力有 有什么力啊 有 有这个接触力 还有超距力 比如说你用手去推一个东西 拉一个东西 是接触力 那么在地球表面的物体呢 它会受地球的引力 这是超距力 那后来我们讲到电学的时候啊 那又有所谓的电力 静电力 静电力 静电力也是一种超距力 两个电荷不需要接触在一起也会有力 有电厂的地方 电荷也会受力 然后我们又讲到磁学 磁学就是带电的物体在磁场里面运动也会受力 对不对 后来又讲到 有电流的导线也会受力 你都要把这些都要想一遍 你现在想的很慢 但是你一遍一遍这么想 这么数下去 你将来会很快啊 这个过程一闪就过 你马上就知道这个 这个是什么状况 我们刚刚讲那些状况里面 是带有电流的导线 符合我们刚刚说的一项 可是它要在磁场里面才会受力啊 那现在有没有磁场呢 这里没有告诉你说这个空间有磁场 但是我们刚刚才学的 Build server law告诉我们 如果有导线上面 有电流通过的话 它的周围会产生磁场 因此啊 我们就可以这么想 这个导线有电流 I2 它为什么会受力呢 是因为这一条电流的存在 因为它的存在 产生磁场 这个磁场 它I2在I1产生的磁场里面 所以I2这一条 有I2的这一条导线就会受力 我们想通了 它受力是怎么来的 好 那我们现在啊 就 马上要求力嘛 先把力写出来再说嘛 我们说 I2 这条导线所受的力 所受之力 那这个力呢 我们就可以用 电流 因为它是直导线 直导线 我们就写 F 要等于 I2 乘上L Cross B1 B1就是由I1这个电流产生的 L就是说 我要取一段 L长的导线来求力 因为它是无限长嘛 其中一段L就是那么多 力就是那么大 那现在这个B1是什么呢 B1我们就从刚刚所 所得的这个无限长直导线 上面有电流I的时候 它所产生的磁场 我们说 I1 之导线 导线 在 我们写 导线1导线2好了 导线1 导线1 导线2 产生之磁场 是什么 好 那我们就写出来 B1 它是等于5 我们假定这个是Z轴 你马上画一个 这是Z轴 于是它的方向就是5的方向 好 它等于2 π2 2就是跟导线1 所以距离 垂直距离为R的地方 现在的距离是多少 D 明明 I1 I1 OK 那么我们把这个 代入第一 把这个代入第一 D 然后我们说这个L是什么东西呢 L就是L长 方向是Z方向 这个方向 我们这里可以取一段 L长 L长 好 那么把这个 代入一式 代入一式 我们就马上求出来了 好 我们就得F 等于什么 等于I2 乘上L L 是这个向量 Cross B B1 Z cross 5是什么 Z是这个方向 5是这个方向 Z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 Curl 就是这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Curl 就是这个 FuR的方向 FuR UniVector的方向 那么 它的大小呢 FuR 就是 Mu0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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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 OVER 2 PiD 乘L FuR 这个R R 方向 是在这里 这是R UniVector的方向 好 好 那么 于是这个就变成Fu的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单位长度 的力 把L除过来就好了 FuR 2 PiD Mu0 I1 I2 所以 这条线所受的力 是往这一边 F 往这一边 好 它的大小 跟I1 I2 成正比 跟距离低成反比 那么 方向呢 这是FuR 不过 不见得就是FuR UniVector 要看I1 I2 如果你定 朝上的是正 那么朝下的电流就是Fu I有 I没有方向性 它不是向量 但是它有正有Fu 那么如果I1 I2 同一个方向 流动 正成正也是正 或者是这样子 Fu成Fu也是正 那么这个力就是Fu的 Fu的力就表示什么 这两条导线 互相吸引 如果说一个向上 一个向下 那么这个I1 I2就是Fu Fu得正 那么这两条导线就互相的排斥 这个很重要 以后你们在习题上或者是尤其是二年级的习题 很多地方要用到 很多地方用到 两条电线 平行线 电流同方向的时候 这两条平行线会相吸引 如果电流方向相反 它就互相排斥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一条导线 它弯成像弹簧一样的形状 弹簧一样的形状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给它通上电流的话 那这个弹簧是伸长还是缩短 伸长缩短 你根本不要管电流 往上还是往下 它电流一定都一样嘛 对不对 两个线圈电流都一样 它一定会怎么样 互相吸引 所以这弹簧会怎么样 会缩短 哦 又会常常用到 OK 好 那么这个是 这样的一个例题 那这个 这个例题有一个很重要的 用途啊 就是我们 对于电流 的单位用一安培来表示 一安培来表示 那么安培呢 定义是什么 最原始的定义就是说 我们一条导线像这样子 那么它的界面 界面 通过这个垂直通过这个界面 每一秒 有一库轮的电荷通过 那么它的电流就是一安培 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 但是 实际上应用的时候不简单 因为啊 你怎么测它通过的电流是多少安培啊 怎么测电流是多少安培啊 这个相当麻烦 后来我们就另外有一个定义 就是用这个定义 你们做普通物理 你们做普通物理 也不是有 有没有做电流天平 有没有 最学期大概要做到 电流天平 电流天平 它就是用 就是用来测 测量这个 就是可以用来 作为安培 一安培 测量这个电流 大 作为这个 如果你设计的刚刚好 那么这个电流就是一安培 好 那现在我们看看 我们应用那个结果 如果我这里有一条导线 这里也有一条导线 它们之间相距是一公尺 它的长度呢 L也是一公尺 这只是中间一段 比较硬的这一段导线 好 那么 我们 这个导线实际上呢 它有 它还有导线 我们把它弯成这个样子的 这个导线也是一样 我们把它弯成这个样子 好 好 这里加一个电动式 于是这里会有I 这个地方 会有I 朝这边 这边的I跟它一样 是朝这边 朝这边 那么 这两个电流是相反的 电流相反 因此这两条导线 会受力 排斥力 对不对 排斥力 那这个排斥力我们可以求出来 将来你们的这个电流天明是这个方向的 两条线是这样方向 一导力呢 它会 它会有一个talk 让它旋转 旋转的时候啊 它这个上面有一个镜子也会转 那镜子呢 会把前面给它的光反射 所以这个光点在很远的地方啊 它 你稍微动一点 那个光点就动得很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测出它的talk是多大 好 那么 就用这个原理 我们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F over L 要等于 我们这些大小了 四π分之μ0 i的平方乘d i平方乘d 那L是一公尺 d也是一公尺啊 因此呢 它这个就相当于 二π分之μ0是多少啊 四π分之μ0是 十的负七之方 对不对 那二π分之μ0呢 就是两倍啊 所以它是二乘十的负七之方 如果i 我们令i等于一安培 如果 如果 是一安培的话 那么 这个就是 一 这也是一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单位长度的力 就是这么多 newton per meter 就说这两个导线啊 相互作用的力 所以 如果是二乘十的负七之方 newton per meter 如果它是一公尺 那它就是二乘十的负七之方 newton 这个时候这个电流就是一安培 这个时候的电流啊 就是一安培 这是我们 国际 上面所定的 安培的标准单位 就是用这个方法 大家都用这个方法测 好 那么电流一安培就有一定的大小 好 那么 现在回去啊 你们做几个homework 哈 我叫你们做的homework 你回去可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如果 我们 第一个就是 如果 我有一段的导线 长是L 它有电流I 那现在在它的终点 R远处 这一点的磁场 等于多少 那这个是二分之L 当然这一半也是二分之L 好 然后呢 你会算这个以后 你就会算 如果我有一个正方形的线圈 电流是这样子流 都是I 它的 长度 长度都是A 那 在终点的 B长 是等于什么 终点的B长等于什么 OK 还有 如果是 一个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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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A 这个也是A 这也是A 上面有电流I 电流I通过 问它的重心 重心 就三个终点相交 这一点 B长 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你回去都 做一做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讲 另外一个 应用很多的 一个例题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有一个圆形的 细导线做的线圈 上面的电流是I 那么有一根轴 通过它的中心 垂直通过它的中心 那我们称它叫做中心轴 叫做Z轴 那么要求Z轴上面 任意一点的磁场 半径是R 这个是 跟经过中心 与这个面垂直的一根轴 这个是I 好 现在我在这里有一个P点 这个P点 跟圆形之间的距离 是Z 我们要求P点的电场 求P点的电场 我们要怎么做 它不是电场磁场 错了 那你就想啊 我有什么办法求磁场 现在我们只学到一种 就是由电流产生的磁场 只学到一种 就是Build Savalo Build Savalo Build Savalo 那你就先把Build Savalo 把它写出来 好 我用的是这个 Db Db 5分 mu0 i 乘上 DL Cross R Cross R Uni Vector Over R Square Build Savalo 很多同学都喜欢去背公式 啊 考试到的时候啊 把公式都写在一个单子上 然后去背 背公式有用吗 如果你单单只背公式 平常没有用过 没有用啊 我就告诉你 要用这个式子 你现在要怎么用 就由这个方法求 你现在要怎么用 你使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要怎么样呢 就是要 这个式子是说 有电流的地方 我只取一个小小的 线 长度基数 这个基数啊 所产生的磁场 在R position 产生的磁场 所以你现在就是说 我这个DL要处在哪里啊 DL处在哪里啊 DL当然要处在 有电流的地方啊 好 那我们 图上面要把它画出来 好 就取在这里 好 这个方向好了 顶点的水平方向 DL 取DL 那R是什么意思 这个R是什么意思 R就是从 长度基数到P点的距离 啊 啊 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R 就是它的方向 从这里往那边 那R unit vector 就是这个方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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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现在DL crossR 你看那个图 DL跟R unit vector 加多少角度啊 加多少角度啊 圆圈是这样子的 DL朝这边 R是这样子 这是几度啊 90度 90度 好 那么 现在的磁场呢 磁场是这两个向量的Cross 就是说磁场 要跟这个向量垂直 也要跟这个向量垂直 那就是跟什么垂直啊 跟这两个向量所构成的平面要垂直 哈 跟他所构成的这个平面 我们把这个平面画出来 这个平面 好 这个平面呢 它就是包含这个跟这个哈 好 你们回去把它画清楚一点 好 跟这个面垂直 就是跟斜的这个面垂直 所以它的方向我们画在这里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DB长 那显然这个DB长呢 会因为这个位置而改变方向 它在这里 就是这个方向 如果 它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DB在这 DL在这里呢 它的方向就是变成这一边 就是变成这一边 变成这一边 所以我们不能积分 因为它的 它的向量会改变 没办法积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取它的分量 取分量 比如说这个 它的分量呢 我们可以分成 好 这个分量 跟这个分量 好 这个分量 如果是这个 这个 地方的电流 产生的磁场 跟这个大小一样 夹的角一样 所以它也有一个这个分量 好 也有一个这个分量 那么 当然它也有 这个分量 将来向量合的时候啊 它的分量 也加起来 这个分量跟这个分量相加呢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就消掉了 这个分量是怎么样 加起来 所以我们只要看这个分量就好了 好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假设 这个角是 θ角 这个角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垂直的 所以这个角就是θ角 好 那我们说 它的磁场啊 是在这个方向 这是z 总磁场 总磁场 是在z的方向上面 我们就可以写 总磁场 它是等于z 因为这个方向固定的 可以拿出来 它就是等于db的大小 乘cosθ ok 这个是直角吧 这个就是dbcosθ 这个 几分 好 那现在 我们就把这个 带进来 dl 垂直于r univector 好 那么它就等于什么 等于z univector db 如果它跟它垂直 它就是dl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4πμ0 i可以提出来 里头呢 就是r平方 r平方 乘cosθ分之dl 好 dl 这个 线圈是封闭的 圆形的线圈 所以做线积分的时候 我们就在积分号上面打一个圈圈 表示是一个closed path integral 好 那现在我们就考虑 现在l是一个变数 θ跟r是不是变数啊 那我们从这里头来看啊 这一点始终在边缘呢 在这个圆周上面 所以 这个是中心垂直 走 因此呢 这里到这里的点 跟这里到这里的点 都一样大 r是常数 θ θ也是常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θ跟r 提出来 4πμ0i cosθ θ over r平方 乘dl dl 的封闭路径 的封闭路径积分 就是等于圆周长啊 2π大r 所以这个就变成 m0i cosθ 4πr平方 乘上2π乘大2 好我们把这个约分的约调 甚至可以化解 好 那么它就等于 z m0i cosθ r我们先称进去好了 先称r好了 cosθ 2π跟这个4π越大变成2 2r平方 但是啊 这里头的θ跟r 不是它给我们的量 是我们自己设定的 用它来表示不好 我们要用它给我们的量 所以我们要画一画 那么我们说r等于什么呢 等于z加上 capital r的 平方 2分之 好 cosθ 对这个直角三角形来说 是0边比斜边 r比上大r比小r 好 把它带进去 好把它带进去 我们就得 b长 是等于z m0 i cosθ 小r分之大r 所以有个r平方 所以有个r平方 那么r就 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OK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带进来 我们直接带好了 它就变成2倍的 z平方 加r平方的2分之3 z平方 就变成这个样子 OK 如果 我们把分子分母 都乘一个π 分子分母同乘一个π 它会变成2π z平方加r平方的2分之3之方 μ0i乘上πr平方 好我们这样乘干什么 为什么要乘一个π 因为我们上一堂不是讲过吗 有一个量 叫做 此偶极矩 此偶极矩 我们不是讲过这个吗 μ 它是等于n i 层上面积向量 那当然有的书上面用的是m 都是此偶极矩啊 现在的线圈 那个线圈 有电流 这是什么 面积耶 面积向量是朝什么方向 记不记得我讲高时定律之前 面积向量 如果电流是这样弯曲的话 面积向量就是大拇指的方向 所以现在是什么方向 面积向量就是这里啊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本题 现在的μ 是等于z的方向 i i pi r 平方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带进去 所以b厂呢 它就等于 m m0 乘上m m0 2pi z平方 加2 加2平方 加2平方的3 2 4 5 2 3 2 3 2 5 3 2 2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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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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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在圆心处 z等于0 那么它的b厂呢 等于什么 我们由这个来看 这是0了 这r就变成r三十分跟r平方约两 2r分之μ0i 这个要记住哦 这个跟我们长直导线的直啊 长直导线 无限长直导线 有电流i通过的时候 距离r远处的磁场 就差一个字母 差一个什么字母啊 那个是r 排r 分之μ0i 这个是2r分之μ0i ok 好 如果你从这个地方来看呢 从这个地方来看呢 它是2πr三次方 它等于2π 因为这个也是μ 这个也是μ 不过 有一个人评论是向量 向量就是代表 持偶及举 所以有的书上避免这个 这个问题啊 它就用m来表示 用m向量来表示 ok 好 好 好 这两个要记住哦 这个结果跟这个结果都要记住 像这个结果哦 你们将来 在电磁学里头用的很多 它可以作为一个 一个 基数来用 可以作为一个磁场的基数用 它是一个圈圈吧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平板 上面有电荷分布 我这个平板 圆的板 借电子板 一转的话呢 这个电荷就跟着转啊 就等于有电流了 有电流了 那每一圈都会在这里产生磁场 那么这整整片的电流 在这里产生的磁场是多少呢 你就可以以这个为基数叫db 积分来算b场 这个二年级的电磁学就有 会用到这个结果 好 现在我们就看 像这样的一个线圈 它产生的 磁通是怎么样子的呢 磁通是这样子的 如果电流是这个方向 它的 这个都是封闭的哦 看得很清楚 这个绕得很远才回来 都是封闭的 它的方向 这个方向跟电流的方向 我们怎么去记它呢 右手定折 右手定折 如果你手握着这个电线 大拇指的方向是电流的方向 那么小拇指弯曲的方向啊 就是磁力线的方向 也可以这么说 假如 你把这个当做电流 这个就是磁力线的方向 也可以 也可以 记住这都是用 安培的右手定折 来决定 所以假如一个磁场会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什么 一个磁棒 磁铁棒 北极 这就相当于它的南极 有北极有南极 它就会形成一个 磁偶极 磁偶极 因此它就有一个磁举 磁偶极举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 因为在上一堂课 我们没有讲到这个线圈啊 没有办法告诉你 为什么那个叫磁偶极举啊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立体 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那个叫做磁偶极举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 你看这个线圈呢 我们画一个 就这个地方的磁场 这个地方的磁场都是朝这边 每一个线 每一个线段 产生的磁场都朝这一边 所以整圈也是朝这一边 那你如果只有半圈的话呢 也是朝这一边 那么半圈的值就是整圈值的一半 所以我们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导线 它是二分之一的 二就是二 好 这个地方的磁场啊 什么方向 比比看 粗黑板面 粗黑板面 这个地方的磁场是粗黑板面 这个方向啊 B场等于多大 这个值得一半呢 四R分之 μ0i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以前我们讲那个 比奥特沙法罗 你可以求导线 任意一个R方向的磁场 如果这个R跟DL同方向呢 那是什么地方 就是电流 的方向 电流流动的方向 前方或者是后方 就是电线上面 因为这两个 向量不是相等 就是相 相差一百八十度 Cross就等于0 因此Build Sava Logic 告诉我们呢 如果一个导线 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地方的磁场等于0 这个地方的磁场 也等于0 也等于0 以后你们CT上很多 这种的问题 你如果知道这两个结果的话呢 就很容易做 一个就是 由这个无线长指导线构成的 半无线长 如果这里有一个半圆形 这里有一个无线长 如果距离这里 也是2好了 这里的磁场是多少 磁场是多少 嗯 嗯 会不会做 你看这个 这个磁场出来 这个磁场也是出来 所以这两个 就等于2倍的 4πr分之μ0i 然后这个呢 就一半 对不对 电流 如果电流是这样 它是等于4π加上 4R分之μ0i 你把这两个加起来 这个少一个π而已 不是 这两倍 两倍 因为一半一半 很多这种题目 我今天点的西题里面很多 你回去把这个做熟了 OK